IT全播报新奇酷炫早知道 相信大家都已经看了关于时代酷睿将于明年4月亮相的视频了 如果没看的记得要补习哦 最近3DMark数据库暴露了多条时代酷睿i5 10600的跑分 毫无疑问它就是9代i5 9600的继任者 上马超线程技术6核12线程 机频3.3GHz 锐频最高可达4.7GHz 比起8代的3.4到4.3GHz 9代的3.1到4.6GHz要强上不少 特别是机频提了上来 预计性能会有不错的提升 目前当前的9代桌面酷睿处理器 只有顶级的i9序列支持超线程 预计在10代即将全线回归 颇有点风雨欲来之势啊 另外10代i3可能真的在某些方面可以跳打曾经的i7了 而且10代酷睿会在缓存方面改进 预计10600的三缓会增加到12MB 平淡到每个核心就是2MB 对性能肯定会带来积极的影响 那问题就来了 你是当等等当等到明年一步到位 还是现在就开花呢 不过明年年中好像Gin3又要来了 这就有点小尴尬了啊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